做出了比较多的调整 上海生花队方面呢 在首发阵容当中 毛义军主帅呢 是做出了四个位置的调整 而上海海港队呢 则是做出了三个位置的变化 我们稍后呢 在比赛上半场当中呢 结合着场上的具体的位置呢 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 生花队今天在右路呢 阿德里安是获得了首发的机会 他在右路出场呢 是顶替了之前 生花队在本届足鞋杯呢 前三轮一直出现在右路的赵明健 而海港队方面呢 奥斯卡今天也回到首发了 本年度足鞋杯的半决赛 另外一组对抗上海德比 上海生花队对对上海海港 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开始 这是首回合双方的较量 生花队身穿蓝色的球衣 海港队身穿红色的球衣 那么这场比赛呢 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 今天上海生花队门将 还是19号增程 后防线23号百家俊 6号冯霄亭 22号约尼西 2号埃迪 在中场包括28号曹云定 37号孙世林 25号彭心利和9号阿德里安 今天封线上呢 是29号何龙海和10号莫雷诺 生花队呢 今天在首发阵容方面呢 做了四个位置的调整 主要是左路的变动 今天左路用百家俊和曹云定的组合 来替换了温家宝和于汉超 在封线上呢 何龙海则是顶替了杨旭 右边我们刚才看到的9号阿德里安 是顶替了赵明健 今天比赛一开始啊 双方开场之后 场上这个对抗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上海德比两支球队彼此非常熟悉 队员呢 对于场上对位位置对手的特点也很了解 那么海港队今天做了三个位置人员的调整 他们的首发阵容 门将还是12号陈飞 后防线28号贺冠 顶替傅欢回到后防线 其他两名球员还包括13号魏镇 和21号鱼海 在中场包括15号李申源 36号阿波拉罕 20号杨世元 11号李文君 封线上面9号保利尼奥 8号奥斯卡和14号李胜龙 今天海港的首发 在封线上的三个人 李胜龙奥斯卡和保利尼奥 其中奥斯卡和李胜龙呢 是顶替了上一场比赛 他们0比0战平大连人的第二回合 斯文尼决赛的第二回合 那场比赛当时首发的前锋是胡靖航 另外一个位置呢则是 木肉和白即将 双方今天开场 这两分钟的时间里面 已经有两次 针对对方重点持球人的限制犯规了 奥斯卡今天一上来 也是被防守方凶狠犯规 彭心里一个抬腿的阻挡 刚才是生花队 和龙海的突破 也是被海港的队员呢 手上附带动作犯规放倒了 今天比赛的执法裁判组呢 主裁判是关星 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宋祥云和马记 第四官员是余波 进入到半决赛 开始增加视频裁判组的辅助 那么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主裁判是张磊 两名助理视频裁判分别是李清风和刘霞 短时间啊 双方连续采取犯规战术 海港队获得了一次前场的定位球 第一次是针对奥斯卡 这次是针对保利尼奥 这是孙世林的背后上的半角犯规了 就是一分钟内啊 生花的两名后腰 孙世林和彭新利 先后对奥斯卡和保利尼奥犯规 这两个画面呢 也说明生花队今天在战术布置上 两名后腰是带着任务上来的 就是要对位看住奥斯卡和保利尼奥 这个球掉了后点 生花队呢 在四场比赛打下来 前面的三轮 第一轮第二轮呢 都是单场盯胜负 第三轮四分之一决赛呢 是两回合的比赛 四场比赛没有丢球 整体的防守质量做的还不错 而海港队呢 在四场比赛当中呢 是在第二轮 对阵长安竞技的时候丢了一个球 奥斯卡发到前点 虚缓一枪 后点包抄的人没有上来 阿德里安拿住 看看生花队这次反击的效果 阿德里安呢 相对来说在速度上 没有太大优势 所以他还是选择 把球先控制住以后 找另外一侧的队友在传 给了曹英定 这个球曹英定处理的有点 球稳了 海港回防的队员呢 在他这一侧已经形成局部的 包围和保护了 曹英定最后是选择 想要横传给队友 但是被回防的海港队员呢 把这个球破坏了 海港队员呢 在联赛当中 最近几个赛季 最近的六次联赛招手 三胜三平 海港队呢 是战绩绝对优势 但是在足协杯的赛场 在17年和19年 生花队是两次拿到冠军 第一下陈薇先打出来 看看补射的效果 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 生花队是在17年啊 当时足协杯决赛 就是两回合的比赛当中的 三比三占平了 当时是上海上港 最后是凭借客场进球的优势 获得了17年的冠军 19年的他们是在决赛当中 击败了山东泰山 今年山东泰山呢 在首回合1比0击败 河南松山龙门 也有比较不错的 进入决赛的形式 所以呢 从今天双方这个排平步阵来看 生花队方面呢 还是先得立足防守 这是他们在本届足协杯赛场的 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方面 立足防守之后呢 看看反击端 今天于汉超呢 坐在替补席上 在反击端下半场比赛呢 也许是一个调换的点 这两次反击呢 一次是打阿德里安这个点 另外一次呢 直接找莫雷诺 开场6分钟啊 双方场上节奏并不慢 今天开场之后 双方在场上这个 转换的回合次数 还是比较多的 打了一个赤外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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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反击往右路走 莫雷诺还是得看看中间接应的队友 今天生花队友莫雷诺和阿德里安同时首发 在场上呢应该说传球这个变化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刚才曹云定呢 因为他前面的三轮比赛 他不是首发的走路的选手 所以他在配合上的和莫雷诺稍微有点不太默契 上一场比赛在生花队面对深圳队的第二回合 当时曹云定是替补登场 右路李申源上来 传的稍微大了一点 后点头球不切 后点位置开上了李文均 在这个位置啊 没有想到李申源这球呢过来之后 感觉这个点呢不太好强 但是李文均跳得非常高 跳起来之后呢 把这球重重的砸向了反向的角度 这是曾诚本届足鞋杯丢的第一个球 海港队在半决赛的首回合取得领先 这是海港队在反题当中左右两个边一位的联系 李申源这个球我们再看一下 他一直在往中间看 保利尼奥 李胜龙 加上奥斯卡都在这个附近 但是这球呢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李文均 李文均跳起来之后 爱迪才跟过来 神话队在这个位置露人了 李文均呢在今年联赛当中帮助海港队打进六个球 他是海港队整个进攻体系当中得分状态最好的 那么从双方在联赛当中最近的六次交手来看呢 一旦出现进球的情况 作为比较倾向于和善于打反击的神话队来说呢 在比赛的策略当中就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 到底是攻出来还是继续坚持这样的稳守反击的策略 去耐心的等机会 一旦攻出来 从最近六次交手的经验来看 神话队整体的攻防拉锯能力 可能现在和海港队掰手腕呢 还是要稍微差一点 容易把这个比分分差拉大 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足球阶位的半球赛呢 两回合的比赛 他没有克长进球规则 两回合180分钟如果总分打平的话 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在这样的规则下 现在出现早早的丢球 其实对于神话队来说 也不必太过着急 目前的情况下呢 神话队还是得重新把自己的防守体系组织起来 刚才呢是整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啊 神话队自己攻上去 队形没有回来 前后造成脱节 李文君的插上的时机和落点 找的都非常准 这个球顶得很漂亮 曾成也没办法 遍路突破之后再找 拿了个脚球 奥斯卡的回归啊 对于海港队的进攻组织 以及神话队的中路防守来说 确实是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奥斯卡和宝利尼奥 两个人在中场的连接 他在局部能够带来比较多的连续配合 他和莫雷诺阿德里安还不太一样 神话队两个外员呢 场上位置拉得比较开 他们俩的连接频率啊 不像奥斯卡和宝利尼奥那么频繁 所以在防守当中呢 奥斯卡和宝利尼奥呢 比较能够在神话队防守的局部 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并且形成突破 反过来呢 阿德里安和莫雷诺 他们俩都是这种 中远距离的组织侧动型的外员 所以他们俩拿球之后 神话的队员呢 必须得跑 必须得上去 才能把机会跑出来 而奥斯卡和宝利尼奥这种组合呢 海港的前场 其实不需要太多进攻的 参与人数 也能够在局部呢 找到机会 宝萧亭 后场先控一控 把场地间距拉开 这也是为了把海港队 刚才我们分析到的这种 小快灵的这个进攻组合啊 利用空间呢 先给他转移转移 这下扣球 没有能够处理好 神话的今天右路 埃迪 得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防守技巧了 埃迪今天防守当中 扑的比较凶 但是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第二回合面对深圳队啊 埃迪这种类型 身体强壮 速度快 扑的凶 他防阿奇姆彭呢 一对一 能够有针对性 但是今天防奥斯卡这样 脚下拿球变化多的球员 埃迪如果扑的凶 反而会造成防守的隐患 所以开场这段时间呢 埃迪几次扑的 奥斯卡扑的效果都不是太理想 而且容易造成自己失位 所以现在生花队的防线 左右两个边路 一边百家镇一边埃迪 今天还是需要跟中卫 有更多的协防保护 不能一对一的扑的太凶了 曹云定 转过身 龙肖宁解围出来之后 后腰这个区域还是有点空啊 海港队现在更多的走两个边路 把孙世林和彭新利的位置 拉得比较开 埃迪刚才收到中场 内部空当这个区域来做协防 防守的效果就比较好 他进来之后呢 能够帮助生花队在中场吧 空间给压缩压缩 要不然中场拉得太开 海港队通过中场的速度就很快了 生花队的防线 防守起来就很难受 丢了一个球之后啊 生花队员呢 现在在场上 还是需要把战术思路 做一下统一 本心里 边路空间有点小了 不好出 孙世林 这两下 在密集的B抢当中 孙世林交丢了 还是中路速度非常快 保利尼奥过来 这个球挑传过来 后点位置 两个人抢到一起 不知道有没有越位 但是海港队这一次的进攻 在中场位置 杨世源插上 这又是一次成功的 中场局部抢断 在门前 保利尼奥和杨世源 抢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呢 没有在这个时候犹豫 杨世源处理的也很冷静 把球直接送进门里 这是今天开场之后 海港队前场的局部压迫逼抢 以及小快灵配合 打出来的一次经典的 前场的抢断反击 奥斯卡最后这挑传 分量恰到好处 这个球不管是送给保利尼奥 还是送给杨世源 增程都很难处理 距离进攻队员已经太近了 那么还是出现了 我们刚才分析过的问题 生花队最近几个赛季 在面临 在打上海得比的时候 一旦他们先丢球 那么生花队员呢 在这个心态上和思路上 作为在进攻当中 相对较弱的一方 他必须要做迅速的调整 和思想的统一 如果不能统一 在中场出现刚才这种问题 很容易被海港队趁热打铁 趁势拿分 连续的打出几波进攻的话 分叉一下拉大 这个比赛的新气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对生花队来说 0比2了 那么无论是主教练 还是场上的队员 需要先把场上这个局面先稳住 在场上呢 要想办法 做一些空间的转移 海港队今天他的这个配置 无论是奥斯卡 还是保利尼奥 还是李文君 还是李胜龙 莱科今天的想法 就是要用前场的几个人去织网 形成局部的包围 围住一个人抢下球 就形成快速推进 这套打法现在已经非常适用 而且从开场这16分钟来看很成功 那么生花方面呢 无论是阿德里安还是莫雷诺 在这前10分钟 反击当中有过两次个人拿球 但是如果周围的队友不去做无球跑动 他们俩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他们俩的间距 他们俩的踢法 都是拉得比较开的 所以他们俩需要更多的队员 去无球跑动来支援 这种球对于莫雷诺 这样喜欢脚下拿球的队员来说 这很难接 我们看奥斯卡拿球的时候 保利尼奥不会离他太远 两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联动的结构 所以单靠一两名防守拳去扑他们 没有任何意义 于海 这次尝试突破有点冒险 但于海还是突了过去 不过这球生花队也迅速的断了下来 百家军 前面曹云定的线路被挡住了 只能回给冯小婷 好的冯小婷这个球转得很清楚 直接找到莫雷诺 莫雷诺好像是从越位位置回拿 但虽然越位 刚才冯小婷这个球转的思路是清楚的 生花队现在在局部和海港队 打这种局部的遭遇战 是不占优势的 他必须要尽快地完成转移 看看曹云定的一对一 贺冠今天的踢法面对曹云定啊 就是以防守为第一要务 曹云定只要拿球 贺冠也不扑他 且战且退 退到自己防区人员密集的区域 靠封堵的方式呢 把曹云定的威胁给降低 面对这种情况 曹云定也得想办法往中间走 今天生花队可能两个边路啊 直来直去都打不出来 因为阿德里安呢 本身就喜欢往中路活动 曹云定呢 如果直来直去的下底 今天往中路呢 也不太好找空当 现在这段时间 生花队呢 是把阿德里安调到莫雷诺身后 让何龙海呢 去了边路 还是中场丢球了 埃迪这个位置 今天埃迪这个位置 失误比较多 黄小婷再一次解围 这次想直接解围 顺便找到阿德里安 把传球距离拉开 又是大找解围的情况下 传球的精确度 就很难保证了 贵阵找到贺冠 受到自己战术特点的限制 生花队现在落后两个球 但是也只能先把队形收回来 他得先保证在 双方拉锯的过程当中 框架不要被拉散 所以还是得把队形先收回来 等反击的机会 保陵女奥对何龙海的犯规 埃迪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会踢了 这个局面让埃迪现在在他这个位置 一方面防守的压力很大 另外进攻的思路又比较空白 如果有一个进攻队员能让埃迪一对一对上点 可能埃迪的斗志和比赛的感觉都会更好 但是今天在这个区域无论是保利尼奥还是奥斯卡 埃迪都感觉一对一贴不住人 这就让埃迪的位置感有些不太理想 总是让他在这个区域防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 或者是空跑的空档 埃迪防起来很难 同样的问题可能百家俊也会遇到 但是现在暂时海港的进攻压力主要是打向这一侧 上海现在正在经历着疫情的考验 这场上海得比呢 双方也需要拿出最好的水平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来回报球迷 卫队 百家俊这一侧今天前面曹云定的位置被看得比较死 所以百家俊今天向前的传球也不多 升华队现在整个后防线两个边后卫 没法向前出球 只能靠两个中后卫特别是冯潇亭来向前出球 但是冯潇亭距离前场队员比较远 他这几次转移都被海港的队员成功切割下来 现在能解决升华队出球困难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呢 就是彭心力和孙世林得回到防线前面来协防 同时呢做好空跑的接应 艾迪这一侧前二十多分钟太难受了 看他怎么应对 曾成也需要稳一稳心态 因为前面的四场比赛 升华队一个球没有丢 今天开场十来分钟 一下丢了两个 对门将来说 比赛的心态也需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中路投球 哇 第三个来了 这次是后冠的投球 海港队抓住了定位球的机会 上半场比赛3比0领先升华 升华的防线感觉 在这段时间已经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教练组需要赶快想办法了 而对于海港队来说 上半场比赛的进攻真是一打一个准啊 我们再看一下 在中路贺冠完全被漏钉 完全被漏钉 这和吕文君争顶的第一球很像 申华队的钉人完全漏了 这样一来 对升华队来说 这两回合的比赛都会变得非常困难了 同时呢 场上队员恐怕也没有退路 现在升华队的队员呢 得控制情绪 因为 这才24分钟啊 丢了三个球 比赛打得这么脆 有时候队员的情绪 不太容易稳定下来 埃迪啊 这个球直接是闷在了 防他的对手的身上 我们刚才反复提到埃迪 埃迪就是 这十分钟 升华队整个防线压力的缩影 在他这一侧 他被突破的多 他又传不出去球 自己的失误都压力大 在场上呢 防守队员遇到这种情况 很容易造成犯规 因为他需要情绪有一个发泄的出口 埃迪刚才 球丢了之后呢 就在背后一直想着把这球给抢回来 其实彭心里和埃迪这段时间 都踢得比较窝火 升华的教练组呢 要想办法让场上 首先防守的队员的情绪要稳定住 现在都是开始出现附带动作 河东海吃到了一张黄牌 河东海作为升华队场上的U23球员 年轻队员在这种时候呢 更需要学会控制情绪 他不应该 他可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啊 成为球队需要整体的时候 他过早的因为情绪失控 变成了冒出来背锅的人 那么升华队呢 现在在场上像冯潇婷这样的老队员呢 就需要让其他队友先稳住 比赛没有结束的那一刻 自己都不能先崩 那么这组上海得比的两回合的比赛 和昨天进行的山东泰山 对着河南松山龙门的比赛 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画风 现在就看落后的一方 上海深华队怎么样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呢 先完成自己场上状态的一个调整 阿德莲 在海港队今天 快速密集的局部压迫下 深华队员确实出球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阿德莲 他看到中场后腰的问题了 所以他愿意拉回来多接接球 孙世林得早给 保利尼奥 奥斯卡 加上李宋龙 吕文君 这些队员现在三个进球之后 现在很兴奋 在场上的状态呢 提前被触发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兴奋点 所以他们在前场的B场 现在本身节奏快 兴奋度又高 这会让生花的后场的出球更困难 但是生花队的队员只要扛过这十分钟啊 等对方的这股兴奋劲过去 可能这个局面呢又会重新缓和下来 莫雷诺刚才也是回来帮着接球 直接找莫雷诺 比较困难 阿德莲 刚才海港队呢 在局部还是三个人 在围着生花队右路 拿球的埃迪 现在埃迪似乎成为了整个生花队首发 今天在场上变化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了 如果埃迪的发挥不能稳定下来 他会连带着影响整条防线的很多人 战连组马上准备换上于汉超 看看会换下谁啊 生花队现在必须要做一些关键位置的调整 来找 重新找找场上的平衡 埃迪刚才把这个球努力往回救 但还是在空中的出界了 阿德里安找后点莫雷诺 两个人为数不多的进攻端的联系 奥斯卡宅出来给保利尼奥 现在生花队这几个队员感觉在场上尤其孙世林 彭新利 这都是杀的红眼 生花队员要换下何龙海换上于汉超 小家伙有一张黄牌了 另外呢 他比较年轻 这样的局面恐怕教练组呢 有点担心他 所以换下了何龙海 换上于汉超 于汉超上来之后 可以呢 去打边翼卫 他可以出现在埃迪的身前 让埃迪呢 往中位的位置靠近 这样呢 埃迪可以不用在边路 被海港的队员的轮方轰炸 局部包围 等于把埃迪呢 解围出来 另外呢 于汉超呢在这个区域呢 他拿球之后向前突破有纵深 他也能够往中路走 所以这个换人呢 是生花队在战术思路上设计的一个 一个换人 解两个扣的一个想法 但是能不能打出来 还得看场上 生花队辨证之后的效果 埃迪这个位置 现在拿球呢 就有两个人在他面前 阿德里安和于汉超 前场的定位球 阿德里安来处理 前点找到于汉超 无法转身啊 三个人在包夹 阿德里安 回给埃迪 埃迪这样 拉出一定的持球空间之后 他的出球就会稳定很多 至少能让他在场上的比赛情绪先 缓和下来 这边 曹云定 百家俊呢 也在把位置往中间靠一靠 找到于汉超 埃迪套边 这个局部呢 通过于汉超上场之后 一下打活了 埃迪坐过来之后 倒三角 莫雷诺 打在了门框上 升华队换人之后 一下把右路呢 激活了 形成了一次成功的倒三角配合 这个换人 效果很明显 但是 时间点 可能 稍微 可以再早一点 不过对于升华队来说呢 这个调整至少 战术目的达到了 莫雷诺 用大腿把球卸下来之后 直接 兜上脚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 结果打在了 门框的角度上 那么做了第一个换人之后 现在海港队看到 在这个局部区域占不到便宜啊 他们也把整体队形往回收了收 不再贸然的去上抢埃迪这个点了 这样双方呢 可以在场上的场面呢 暂时回到一种新的平衡里 不过今天开局阶段 海港队在前场的抢逼围 中场的断球 以及局部的压迫 都做得非常成功 门前的终结一击呢 打得也很轻松准确 所以一下把分差变成了3比0 这么一个局面呢 对于升华队来说 还是极为困难的 乔云定 好的 套标的百家俊 拉到中路 投球 后点位是莫连诺 躲比战的味道出来了 莫连诺刚才的射门 打在门框上 这次力压海港的中位 投球扳回一城 来自套边上去的百家俊 埃迪这一侧的扣被余汉超解开之后 深花队的全盘开始逐渐激活了 左路也开始套边有机会 莫连诺这季投球啊 重重的砸了个反弹球 而且陈薇的面前呢 被余海挡了一下 没能够第一时间做出扑袖反应 这球不仅是把比分稍微的扳回来一些 同时呢 对于深花队员在场上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思维 都有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余汉超 他的突破呢 一下让海港队两三个人的夹防呢 变得失去了战术效果 这下回敲还是有点危险的 保利尼奥来了 保利尼奥李盛龙 保利尼奥想自己处理 这球没有早分呢 右边李申源已经过来帮忙了 阿波拉罕也上来了 谁能想到朱鞋杯的半决赛 这场上海德比的首回合上半场比赛 打了三十分钟出现了四例进球 而且美丽进球 都打得非常的精彩 质地有声 当然这个过程的相对来说 这三十多分钟啊 深花队员的情绪和场上的这种比赛的心态 已经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调整 而对于海港队来说 现在他们需要在大比分领先 又被对方进一个球的情况下呢 重新冷静下来 要从刚才的那种有点过于兴奋 比赛打的头脑有点过热的情况下 重新冷静下来 这是一场精彩的得比战 所应该具备的场上队员情绪的变化的丰富内容 阿大利亚走外线 百家俊看看船中的效果 后连位置 这次莫雷诺还想抢这个点 推人犯规了 莫雷诺刚才两次射门进了一个球 他现在在场上逐渐位置感和门前感觉都起来了 另外 那余汉超上来之后把阿大利亚的算是真正解放出来 那么余汉超上来的 也使得在前场阿大利亚和莫雷诺之间 两个比较拉得开的外援 在他们中间的有了一个衔接点 孙士林 中路阿大利亚在要 但是孙士林没有第一时间给 远迪奇 看看莫雷诺的位置究竟交了 好的 远迪奇 深化队右路的位置完全轮转起来了 诶 余汉超 看这画面好像以为他有受伤的情况 余汉超34岁的老将 今天算是真正的临危寿命 上场这十分钟的把自己的转速拉满 但是在这条边路的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起到了老队员在关键时刻帮助教练救场的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一名老队员在一个集体内他所应有的价值 他可能体能打整场比赛 不一定每场都能有这么好的发挥 虽然在第三轮的两回合 余汉超 都是打了整场和大半场 体能状态也不错 但是一个赛季你要这么用他 肯定他会有他的问题 但是关键时刻你让余汉超上来 去作为顶梁柱 把球队整个要散的框架给撑起来 他是能做到的 莫连诺 这下主裁判是掌握了攻方有力的原则 今天的主裁判是关心 现在这段时间生花队开始控球之后 海港队在前场 小快灵的配合呢 有一段时间没打出来了 因为海港队的逼抢 没那么容易得手了 那么一旦局部的围抢 没那么容易得手呢 他必须得把队形拉开 他必须得把队形拉开去 张一张更大的网 去限制生花的转移 这么一来呢 就算断球 也很难在局部形成优势人数 埃迪这段时间算是能够松口气了 保利尼奥 今天保利尼奥错过了一个进球 现在上半场比赛呢 打了40分钟 这40分钟啊 应该说双方是各踢了20分钟好球 转折点呢 是生花队的换阵调整 开场阶段 莱科今天的战术 队员执行的非常到位 早早的取得3比0领先 当然了 生花队在足球杯的赛场呢 历来都是一支很有韧劲的球队 今天属于这首回合一上来 给自己挖的坑有点大 但是莫雷多呢 投球呢 帮助球队把这坑填平了一点 现在比分是1比3 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这脚球的回敲 处理的有失水转 摆着下去 现在这个局面呢 双方至少在场上对抗 已经进入到一种 比较胶着的平衡状态 就看海港队 稍后呢 在中场休息的过程当中 莱科怎么样在领先情况下 做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现在这个局面呢 对于海港的队员来说 也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因为他们从开场阶段 早早的大比分领先 到现在比赛进入了胶着 不太容易控球 不太容易抢断的阶段 他们的心态呢 也会变化 敦比亚呢 是在 第三轮 第二回合对阵深圳队的比赛 当时他的大腿呢 有些肌肉伤 不知道这场比赛 恢复的怎么样了 中路强行射门 还有 坐下来之后 看看右路 来自 阿布拉罕的射门 来客也希望球员们在场上 现在能够把自己的状态绷住 不要因为过早领先而松懈 阿布拉罕呢 因为刚才这个球呢 比较靠近他这个外侧 他是努力的往回 勾着去完成了射门 力量不算大 也是为了找角度 解决 安 打 亚 挤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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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冯晓婷现在拿球啊 第一 全球点就是找莫雷诺 而且给莫雷诺送的球呢 也都是尽量是这种加点倒悬 方便莫雷诺停球控制的 阿波拉罕被主裁判 喝止 感觉他要上去跟对方理论 主裁判关心对于厂商队员的情绪 现在是非常敏感的 这场得比战 双方是带着开场之后的大比分 和厂商的火药味来进行的 阿波认为彭心利呢 有点拖延时间的嫌疑 但是对于彭心利来说呢 其实他没有必要 现在深发队的比分还落后呢 他是刚才整理一下自己的装备 另外呢 孙时林和彭心利 上半场比赛在中场 活动的范围大 往返的拉锯频率高 对他们的体能消化来说呢 这段时间是比较难受的 他也可能想借这个机会 调整一下 这次呢 是防守方 有一个阻挡的犯规 于汉超呢 在上半场比赛进入的 商亭捕食的时候 帮助生花队 获得一次前场的任意球 商亭捕食一分钟 两个人呢 在于海犯规之后 两个人还是能开开玩笑 毕竟都进过国家队 于海吃了一张黄牌 我们再看一下啊 于海呢 是转身这一下 于海觉得自己动作不大 于汉超觉得你确实犯规了 但是好在两名队员呢 私底下也比较熟悉 场上情绪都比较轻松 这个位置 对于生花队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定位球的位置 阿布拉罕来躺一个 挡地面球 球的位置呢 角度也正好符合阿德里安的 左脚罚球范围 不知道阿德里安这脚罚球 会不会给上半场比赛 带来更加戏剧性的走势 阿德里安张弓搭剑 选择打上脚这球 没过人强 阿德里安再敲 还是没过去 这两侧海港队的防守 风堵做得不错 那么上半场比赛 上海生花队和上海海港队 暂时战成了三比一 海港队前20分钟 打出了完美开局 生花队呢 随后经过换人 换上于汉超 也做出了极为针对性 极为有效的调整 随后呢 莫雷诺扳回一城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 完全符合一场 德比战应有的火药味 和一场德比战应该有的 激战术的变化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希望双方下半场 踢得更加精彩 来我家吃烧烤啊 嘿 锅圈无烟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哎呦 肉呢 看 真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 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终于可以在家火锅烧烤 困了累了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乐虎邀您为男族加油 突破 挑战 困了累了喝乐虎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火星人单是酒向智能创新设计 炒一百个辣椒都不怕 油烟在锅口就被吸走了 现在流行火星人集成造 酒鬼悲酒鬼 千金不闲追 酒鬼出湘西 涓涓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锅圈 新手CCTV5 邀您共奖体坛盛宴 来我家吃烧烤啊 嘿 锅圈无烟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哎呦 肉呢 看 真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医保 中国国家队合作伙伴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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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你我的医保 股市有风险 入市先学习 学习就上 一学堂 一学堂集结专业团队 打造简单易懂的知识体系 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医学堂 2022 冬奥会中国年 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冬奥之约 2022成都大运会 一年的等待 青春将更完美绽放 2022 亚洲地坛进入杭州时间 让全亚洲 看到激情的盛会 2022 全球无时差 世界杯点燃足球激情 20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全媒体报道 全角都传播 央视体育 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体育传播平台 2022 相信 体育的力量 回来我们看到这场上海德比呢 在今年足鞋杯的半决赛 给大家奉献了一场 极为精彩的上半场 那比分呢 现在是上海海港队 3比1暂时领先上海生花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 由怡保带来的闪妖时刻 再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 一些精彩的过程 来自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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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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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了进球领先 圣花队今天呢 在首发当中主要的问题 就在于荷隆海和阿德里安的使用上 荷隆海呢 由于阿德里安经常要拉到中路去 所以荷隆海呢 必须得撤到右轮来保护 但是一旦小将荷隆海撤过来的时间 不够及时 或者他和后面的右后卫埃迪 形成的协防不够默契 那么海港队呢 就很容易在这个区域 形成传球的打击 或者是围抢的压迫 所以呢上半场比赛前20分钟 基本上海港队他施压的主要方向 就是对生花队的两个边后卫的 身前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次奥斯卡的挑传也非常妙 做给了杨世元 那么本身保利尼奥的跑动呢 就很精巧 这个过程呢 反映出海港队两名外援呢 在配合上他们俩的特点 他们俩就是小快龄 奥斯卡和保利尼奥 不会拉开太多的间距 所以在局部两个人配合起来的时候 生花队可能两到三个队员 都未必能够限制住他们 在出现了这两个丢球之后 生花的队员在情绪上 已经开始出现波动了 出现第一球的时候呢 可能生花的队员在情绪上 还相对稳定 但是第二个球出现之后 球队在防守当中 这种连续失误带来的情绪的传导 就开始蔓延开了 第三个球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看到 生花的队员呢 实际上 虽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的注意力 没有注意到海港队员的身上 贺冠在这个位置完全被放空 轻松的顶进了一个投球 这让上半场比赛 赌一把的调整 但是生花的这个调整呢 应该说是手术刀般的 精准的切入到整个球队 上半场比赛存在的正洁位置 这次是换人之后 马上形成的右路套篇配合 莫雷诺的射门打在门框上 这就是余汉超上场之后呢 解决了阿德里安往中路收 右路造成空档 既无法保证协防 又无法向前推进的一个 根本问题所带来的变化 所以生花队这一次变化之后 莫雷诺这条射门呢 逐渐开始找到感觉了 随后又是余汉超的传球 余汉超在转移 打到左边之后呢 左边也被激活 曹云定往里走之后呢 流出的空档给百家俊 套边上来 莫雷诺在后面 投球砸向了圆角 整个球体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 从右向中间压迫 再转移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上海生花队 上半场比赛整个调整 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调整呢 也是今天生花队呢 对于自己首发 所出现的问题 做出这个及时的修正 那么可以想想 如果足界杯的比赛 两回合存在 客场进球的规则的话 现在对于生花队来讲 就更加困难 但是好在呢 今年在赛区集中 所以两回合呢 没有客场进球制 只是比总比分 所以下半场比赛呢 生花的队员 完全可以带着一个 相对轻松的心态 经过调整之后 再去进行下半场 毕竟上半场的后半段 他们的这种调整 还是针对 比较有针对性 而且非常的及时有效 另外呢 从场面上 现在已经拉回平衡 那么对于海港来说 现在场面被重新 拉回平衡之后 上半场比赛 所非常有效的 那一套压迫 反击和局部的配合 似乎现在需要 找新的发力点 怎么做这个新的发力点 也需要下半场比赛 海港的队员呢 在拿球之后 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转移 和比较好的 进攻的方向的梳理 所以下半场比赛呢 对于双方来说 总体上还是有 很多的未知 很多的变数 我们希望下半场比赛呢 会更加的精彩 稍后进入到双方 下半场的争夺 来我家吃烧烤啊 嘿 锅圈无烟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哎呦 肉呢 看 真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 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 就找锅圈 二锅头 我就认红星 四九年那会儿啊 北京就这一家 几辈人都喝这酒 红星这味儿正 北京二锅头史创者 红星二锅头 怡保 中国国家队合作伙伴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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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你我的怡保 火星人 三十九项智能创新设计 炒一百个辣椒都不怕 油烟在锅口就被吸走了 现在流行 火星人集成造 股市有风险 入市先学习 学习就上 一学堂 一学堂集结专业团队 打造简单易懂的知识体系 现在就拿起手机 搜索一学堂 中国体代表团 为荣誉而前仆后继 为荣誉而前仆后继 因无畏而勇往直前 唯有超越自我 方能迎击挑战 相信体育的力量 欢迎回来 经过上半场比赛的精彩对抗之后 双方的队员呢 在中场休息 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去重新调整一下 在场上的比赛情绪和比赛心态 上半场比赛呢 在海港队3比0领先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其实场上队员的这种火腰味 已经是一触即发 一点就着 但是呢 深花队的调整 包括一些老队员在场上 凭经验 对于场面的控制 包括处裁判及时的 在阿波拉罕和 彭欣利的那一次 言语的交锋当中 对他们两位的 情绪的控制 都起到了很好的比赛场面的控制 那么深花队下半场比赛 再进一步换人 要换上敦比亚 换下百家骏 从上半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呢 左路的配合 开始有一些变化 但是似乎左路的配合 变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 另外呢 赵明健换下了曹云定 这其实是教练组否定了今天的 一整个首发的思路 那么这样换完人之后 我们要看一看 深花队接下来位置会怎么安排 赵明健可能上去踢左后卫 云翰超呢 回到了左前卫的位置 如果队形还是4-4-2 那么敦比亚和莫雷诺上去搭档中锋 实际上深花队今天在首发当中啊 一下换了四个人 本身这样的举动呢 是比较冒险的 因为在之前的三轮四场 人员的使用上 深花队基本上是左边用的温家宝 加上余翰超 那么这场比赛呢 贸然启用了曹云定和百家俊的组合 也许教练组是觉得他们俩从小在一起比较默契 但是从实战的效果来看 今天无论是右路 埃迪和阿德里安的组合 还是左路曹云定百家俊的组合 都没有打出很好的效果 所以中场看来还是调整回 本届足鞋杯深花这一套相对固定的阵容当中 这一通乱战没有形成射门 先被破坏出来了 远临席 奥斯卡这个球啊 连段带传 给的非常舒服 直接送到保利尼奥领球比较顺的这个方向 敦比亚上来之后 深花队后场的出球会更加简练 可以直接长传找莫雷诺或者直接找敦比亚 这样的后场队员的出球压力也会减轻不少 这应该也是中场调整过后 教练组的根据现在情况做的一个针对性的变化 现在这么换人之后 深花的整个队形的三条线的间距会拉得更开一些 对海港队防线的压迫会更加直接 所以海港队防线三名球员于海卫镇贺冠 他们三个和门将陈薇之间的呼应 要比上半场比赛要更加紧凑了 奥斯卡 奥斯卡的拿球就在于 你不扑他他不出球 你扑他之后他摆脱就能找到空档 高水平球员有这样的处理方式 所以防他这样的球员呢 你必须在局部能够形成两个人的包夹 靠一个人去盯他是盯不住的 这下应该是手上有附带动作 阿布拉罕呢是海港队这两个赛季啊 成长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后腰 U23球员 这次是肘击了 顿比亚 顿比亚在对阵深圳队 也就是第三轮的第一回合 打完对阵深圳队的那场比赛呢 顿比亚当时腿部肌肉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呢在第二回合对阵深圳队的比赛当中 当时他是休息了一场 那么有顿比亚的存在呢 神话队可以把莫雷诺呢 拉回到更深的位置 奥斯卡 这个球奥斯卡已经看到保利尼奥的位置了 他想横向的抽过去 这球没有打上劲 越年齐一个人要盯住两个脚下快的巴西人 难度也非常大 前点回防的莫雷诺破坏了 好的找的不错 深花队的反击一下把宽度打开了 连续再转 莫雷诺 还是在转 深花现在 这种大开大合的转移啊 是深花的队员比较适应的踢法 余汉超这两下抹得还不错 那么在这种大范围的转移当中 让余汉超这样的队员呢 去找近距离的突破机会啊 是深花整个打法在今年猪切碑比较突出的长短结合的套路 上半场比赛呢 就是因为长没有打出来 所以呢 短在局部就总是被抢断 现在海港队呢 需要面对深花队重新调整之后 因为深花队现在回到自己熟悉的踢法 熟悉的架构里 这么一来呢 海港队想打破场上现有的平衡 想发挥出他们在局部的小快龄的优势 他们就得加强中场 给这局部的两个巴西人传球的能力 如果球总是到不了奥斯卡和保利尼奥的脚下 海港队的进攻突破起来 也就非常困难了 好的 这两步带的不错 阿波拉罕 没有找出啊 李文君很冷静 阿波拉罕 漂亮 外脚被做给了李文君 这个球李文君呢 第一下没停好 但是三个人跑的线路 非常精彩 三个人的轮转跑动 先是李文君呢 在边路很冷静的拉球过人 交给奥斯卡之后呢 自己无球切到了内部空档 保利尼奥呢 又把边路的防守队员往外一带 把李文君跑的这个空档进一步的拉大 莫莱乐这边呢 是一对二 靠自己个人技术呢 差点把这球分了出来 双方现在套路啊 和场上的打法思路都非常清晰了 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看队员在场上谁失误少 谁的比赛心态更放松 谁能够临场的状态 更充分的释放出来 现在对领先和落后的一方来说 都要暂时忘掉上半场的比分 因为下半场的双方 现在是在状态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陈薇这球发的针对性不是太强 不过还是李胜龙的拼劲不错 把前场的局面给搅乱了 李胜龙这名队员呢 他有踢中锋的身体和速度 但是他的优点在于他愿意干脏活 他在中锋这个位置 他活动范围非常大 他愿意帮助球队的进攻呢 去吸引对方的中位 跟对方的中位去扛身体 把对方往外带 这次呢 深花的队员呢 认为海港队员在防守过程当中 是有附带动作 莫雷诺也在申诉 足球杯的半决赛呢 是加入视频裁判的辅助的 今天视频裁判组的三名裁判呢 分别是张磊 李兴峰和刘霞 所以呢 主裁判关心呢 在这个时候呢 也要把球先拿过来 这是刚才在回防的时候 我们看 卫震的确手上有推人动作 需要视频裁判组呢 来给主裁判 予以辅助 主裁判关心 也不停的再跟双方的队员说 回看回看 让双方的队员呢 先冷静下来 视频裁判组应该是检查完了 不是点球 在足球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两回合呢 当时是给临场的四人裁判组呢 增加了底线裁判 进入到半决赛呢 是增加了视频裁判 园林奇 场面的就外球呢 埃迪身前就近的三名队员 已经被盯住了 这一球 埃迪只能想办法往远发 界外球呢 虽然是足球比赛当中 唯一用首发的发球方式 但是发球人在界外 所以呢 发球一方 其实在场内呢 反而少一个人 因此界外球的发球呢 是需要好好设计一下战术的 孙世林呢 也在向裁判申诉 刚才海港的队员防守当中 面对真比 面对敦比亚 有这种过分的下脚的动作 认为于海尔是灯榻 但其实这个球是个两拼球 阿德里安 球路判断的比较准 好的 约尼奇这条球给的穿透性很好 可惜啊 埃迪的船中球 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敦比亚 他的船中落点 没有明确 敦比亚回防 还是没有把这球断倒 不过也让进攻的队员呢 越跑越快 最后的传球 时机和分量 也都没有处理好 当然对于进攻队员来说呢 如果决定在这一次的对方突破当中参与防守 那一定要跟到底 如果不跟到底呢 其实会让自己的防守队友 在位置判断和时机判断上 出现误会 跟到底 哪怕你不能把球断下来 你能缠住对手 破坏对手的移动 这防守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下好像是有推人的 奥斯卡 做给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闪了一个小角度 打在上角位置 这个球看来是有些争议啊 因为奥斯卡在传球之前 是推倒了孙世林 保利尼奥和奥斯卡的配合 帮助海港队下半场比赛 再次扩大比分 这时候也需要视频裁办组呢 来回看检查一下 保利尼奥的射门啊 动作半径小 白腿幅度小 动作频率快 他打这个角度打得很隐蔽 而且呢 还是带一点 弓线下坠 孙世林这个时候对于 本方的这个丢球 他是耿耿于怀 他认为对方是犯规在先的 他在控球的时候 被保利尼奥 被奥斯卡抢断给撞倒 但是现实对于生花队呢 是如此的残酷 他们再次落后分差 变成了三个球 一比四 要知道 上海生花队在本届竹鞋杯 前三轮四场比赛当中 一球被丢 但是这场比赛 目前已经丢了四个球了 所以呢 对于生花的队员 在场上的这种 比赛的心态和情绪啊 首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顿比亚先被防守队员推赏了 面对顿比亚这样 身高体重 能够抢第一点的进攻选手 防守队员呢 不给他来点 附加的防守动作 很难限制住他 只要这个动作没有犯规 只要这个动作没有吃牌 造成战术犯规 而且远离禁区 那其实对防守队员来说 也是有必要做出这样的防守技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 保利尼奥 动作非常小 外脚被拨出了一个白腿的空档之后 打了上脚 保利尼奥在今年足协杯啊 总是打这种神仙球 面对陕西长安竞技的时候 他就打出了一记漂亮的 禁区边缘的世界波 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望球星探的弧线 现在深花队呢 长传球找敦比亚 但是基本上啊 这球落不到敦比亚的头上 给敦比亚的长传准确度都不够 中场休息完 这个换人调整 原本的设想是很好的 想让深花的队员呢 通过更多的中场传 直接找两个高点 敦比亚和莫雷诺 来降低后场出球的难度 但是现在如果中场传 总是传丢 中场就会变得非常难受 中场正往前跑的时候呢 前场又拿不住 又得往回防 这样呢就最容易造成 队伍的前后脱节 阿布拉罕的起球 顿比亚 看了看左右都没人 目光能扫到的队友 都离他太远了 应该说今天海港队在防守 进攻当中他这个转化 做的最成功的就是 在局部海港队总是能形成 至少三个人 所以无论深花队的转移 转到哪一侧 除非深花队打出上半场比赛的 连贯的转移 否则呢按现在这个节奏 海港队在任何区域呢 都能保证至少三个人 所以对深花队 全球组织的推进来说啊 要想顺利的过渡到海港的进区前 就非常困难 顿比亚 赵明健还是来到右路 深花的532的架构 左边于汉超右边赵明健 居中的三个人是 埃迪 约尼奇和冯小婷 很难闯过身 顿比亚再做给赵明健 这球在要手球 不过裁判是给了脚球 这次阿德里安呢 直接选择找前点 彭心里再做给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还是得想办法用他的左脚内切 所以这次啊 防他的奥斯卡也很清楚 他这个特点 就不让他左脚往里带 阿德里安的无奈之下拉倒了奥斯卡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际足团的教练要求队员的双脚能力要均衡 尤其是对于顶尖球员 双脚能力都要好 否则的话 如果你只有一只惯用脚 那么你在这种局部的对抗当中 你的特点 你的意图都很容易被对方吃透 整个中超都知道 阿德里安大部分的情况下肯定是用左脚 赵明健 赵明健跟保利尼奥 艾迪这次是过来欠价的 保利尼奥有点拱火的意思 这毕竟是得比战 双方队员呢 在场上有一些情绪 有些火药味呢 也正常 同腾死敌 但是作为裁判 作为场上其他队员来说呢 不能让这样的局面呢 扩大 导致影响比赛 好的 莫雷诺这次回座给敦比亚 敦比亚做的劲儿小了一点 因为敦比亚刚睁顶完 落地还没站稳 在一个找平衡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他的传球很难传舒服 这两下领得不错 余汉超 余汉超在纪念图结尾 展现出来的状态 完全不像一名 34岁的老将 大地 还是找中路 下半场比赛 生花队运动战的进攻 不太顺畅 上了敦比亚之后呢 球队的传球成功率啊 没有提上去 现在主要是靠定位球呢 来找机会 这次呢也是敦比亚顶到的 但这个球呢往后 敦比亚呢 赢上来的时候 他重心有点靠前了 保利尼奥真的 今天比赛是踢兴奋了 抢了曾成都没法出球 这就是 对于生花队来说 这场比赛的准备啊 包括在开场阶段 对于对手的这种预判 没有做好 海港队的两个巴西外员 奥斯卡和保利尼奥 这么配合 早早地打成3比0之后 他们俩在场上 这个比赛的感觉 和比赛的兴奋度 都会不一样 所以等到下半场比赛 生花队想把这股劲 再调回来 再拧回来 就非常困难 中落又是个机会 李胜龙 这次是李胜龙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调整想打远端的上脚 兜出了一记弧线 李胜龙停球拉球 这下就已经做好 瞄圆脚的准备了 但是最后呢 受到防守干扰 他没有把动作完整做出来 交给约尼奇 海底 好的 敦比亚这下转的不错 但是这个球啊 敦比亚 是迎着防守队员的腿 踢上去的 敦比亚完成射门之后 直接跟对方来了个硬碰硬 踢在他迎面骨这位置 导致射门质量不高 而且敦比亚自己呢 疼痛异常 再来看一下 敦比亚本身今天支撑腿还带着保护贴 这次正好迎着位阵的防守的脚底板过来 这种球呢收也收不了了 因为敦比亚他的身材比较高 他的动作半径大 但是频率慢 这是李文君今天帮助海港队打进的第一球 随后奥斯卡的挑船 找到杨世元 杨世元最后还晃了一下 打了个穿当 第三球呢是上半场比赛的定位球 贺冠的投球 神话队获得连续的脚球 走内部 彭心力没有转过来 还有 叶林奇 踢到这个时间 对神话队来说 像莫雷诺这样的队员呢 体能就是个问题了 本身上半场比赛呢 大比分落后之后 有一段时间的强攻 下半场比赛呢 打到这个阶段 李胜龙等着左边队友上来 李文君来了 门前有三个点在包抄 李文君传到了后点 包抄的投球砸下来之后 这次保利尼奥 他的投球补射给顶偏了 海港队差点把比分变成了5比1 因为后点的两名队友抢在一块 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的 这球做给保利尼奥一个机会 球的旋转导致保利尼奥这球 找角度的时候没有把球的方向完全控制好 神话队换上了杨旭 换下了阿德莲 台港队呢是换上刘助润 换下了14号李胜龙 下半场比赛打了75分钟 海港队做出了今天的第一个换人 深花队已经用掉了三次换人的机会 不过呢 深花队其中一次换人机会呢 是在中场休息 所以他们还能再调整一次 海底 好的 这球拿得不错 彭心力 看看船中的效果 直接打脚远射 埃里 现场呢还是要等等海港队员的伤病的处理情况 那么这是生花队今天上半场比赛呢 扳回一城的那个进球 来自百家郡的船中莫雷诺的投球 踢不齐上的海港队应该是后防线的余瑞在做准备 那么海港队上一次面的生花队打进四个球呢 还是在联赛19年的联赛第一回合 当时海港队呢是作为客队4比0击败了生花 在那之后 双方的五次交手都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么大的比分 宇瑞是换下了二十号受伤的杨诗元 另外的贺冠 贺冠是被换下 杨诗元还在场上 你应该是贺冠的吧 我好像在场上 军队的中间 吃贺冠的 你应该是贺冠的 这个次贺冠的 军队的 这个时候主裁判关心呢 到场边对海港技术区的教练组啊 也做出了一些警告 技术区呢 只有主教练可以站在这个区域呢 在场边喊话 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孙世林 这次是跳向对方 一个冲撞犯规 彭心力 彭心力要控制情绪 彭心力要控制情绪 顿比亚 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队友 彭心力也吃了一张黄牌 今天生花队有三名球员吃到黄牌 分别是上半场比赛的小将何龙海 以及下半场的阿德里安 还有就是彭心力 彭心力呢 这个球他的动作方向 不是冲球去 这是明显的跳向对方的犯规 阿尔 另外一侧海港的队员也有犯规 双方打到最后阶段因为体能的下降 在局部现在都很难准确的做出动作了 特别是在防守当中 现在不做点附加动作 也没把对方限制住 阿波拉罕先是出脚这一下 踢到了孙世林踩脚了 随后杨世元对于汉超有一个犯规 场上的冲突都不是孤立事件 都是在连续对抗过程当中 情绪的积累和错误的积累 赵明健这球转过身传的还不错 送到门前 可惜啊 这个球在门前给的比较平比较直 但是生花的三个包抄点呢 都没包抄到位 所以眼看着机会从眼前滑走 关键是门前有四个人 但是有三个人呢都赶在一个点去抢点了 导致门前只有一个接应的位置 如果是一个人抢点三个人接应 这个球生花队大概率能够包到门里去 又汉超 横向转的还是大的一点 这就在森做的是 如果是赵明讲 orth词的 不拍的 生花费 有努力 有师ere 换下保利尼奥 海港队也要做出最后时刻的调整了 在此之前呢 换下了贺冠和李胜龙 换上墨肉和买皮姜 好 这次反击当中刚完成换人 感觉好像还是在放精彩画面 没想到就是海港队这一次反击的进攻 江米芬进一步扩大为了5比1 这明明是海港队换人 怎么感觉好像是深花的队员换的注意力分散了 刘祝润 踢不登场的刘祝润 他是换下了李胜龙 在海港队的这次反击当中 这是深花队漫不经心的一次后场的处理 莫雷诺滑倒之后把这球拨给队友 但没有想到成了海港队的机会 直接传过了约尼奇 刘主任切到身后面对增程 非常冷静的打进单刀 这让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悬念进一步缩小 莫雷诺的体力已经没有办法坚持了 其实到70多分钟的时候 莫雷诺的动作频率已经非常慢了 那个时候 深花队还是希望他能够留在场上 继续发挥拿球的作用 但没有想到呢 莫雷诺最后反而成为了 深花队在最后时刻 丢球的 直接 直接责任人 这个球是莫雷诺的腿完全不听使唤了 他可能是想把球直接扫给旁边的孙世霖 但是他这条腿啊已经抽筋了 发不上力 所以成了乌龙助攻 换上了前接给 最后一个换人机会 莫雷诺今天上半场比赛呢 帮助深花队追回一城 但是下半场比赛最后一个丢球 第五个丢球也是因为他造成的 攻过参半 整场比赛呢 还是深花队啊 自己在开局阶段给自己挖的坑太大了 而且第一回合 如果以这样的比分结束 很难想象深花队第二回合 怎么去做相应的准备 继续套边 球已经先出界了 爱迪 还是转向走路 下半场比赛呢 深花队的调整 其实把上半场原本 给调回来的思路啊 又给打乱了 上半场比赛呢 在于汉超登场之后 实际上深花队在 左路呢 百家俊和曹云定的 踢法也被激活了 但是换上敦比亚 换上 赵明健 一下又把深花队今天 上半场调整完的 这整套打法呢 又给搅乱了 双方队员的情绪呢 现在有点冲动 尤其是比分 拉得这么大的情况下 领先一方 更要控制情绪 领先一方更要控制情绪 阿波拉罕倒地之后呢 杨旭先过来 先过来 拉出来阿波拉罕 示意他赶紧起来 结果没想到呢 造成了 冲突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阿波拉罕倒地之后 阿波拉罕倒地之后 给裁判组呢 出了难题 刚才这一次双方的冲突呢 参与的人数很多 所以呢 主裁判关心 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迅速地理清楚 最直接的两个当事人 以及 比较相关紧密的当事人 来根据规则呢 进行量刑 这其实是在这样的重要比赛 在这样的得比战这种 火药味族的对抗当中 对裁判最大的考验 阿波拉罕的突破 于汉超和彭心利的夹防 随后呢 两个人又拉拽 那么倒地之后呢 阿波拉罕呢 被压了之后呢 可能又被 于汉超的鞋钉给刮到 这时候呢 冯小婷也过来 帮着生花队 帮着生花队出头 今天对于生花队来说啊 大比分落败的情况下 队员要想在场上稳定情绪 不容易 但是作为职业球员呢 这是基本的素养 我们还是来看 主裁判关心对于刚才 双方这次冲突最终的判法 实际上 这个时候如果再依赖视频裁判组 主裁判自己也会陷入到很难办的情况 主裁判还是应该根据自己在第一时间所观察到的情况 在结合视频裁判的信息补充 来做出判断 否则现场就会变成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因为这一段时间双方的纠缠已经时间比较长了 信息量过大 所以主裁判关心也需要到 视频裁判这里来重新回看视频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场上的裁判还是场上的球员 都不如观众幸福 观众在这个时候享有的是上帝视角 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可以从全景看到整个维度 但是场上的队员呢 其实他们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他们看到的是一整个画面当中的局部 他们记忆最深的是和他们当面直接有冲突的这个对手 但是他们未必清楚 在他们视线范围外 其他人的反应和其他人的动作 主裁判的相对来说 我们在画面看 主裁判的站位呢 相对来说 已经是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 但是也不如正在看直播的您 各位观众看得清楚 关键要看刚才这下是否有 暴力行为 因为在推散的过程当中啊 要看是否有暴力行为 阿波拉罕起身之后 阿波拉罕起身之后 打到了赵明健 但是赵明健撞倒了 杨世元 形成了一个混乱局面 这边孙世林和奥斯卡呢 又有推散 所以关键是 阿波拉罕起身的这一下 从两个角度的机位再回放 但是因为这一次啊 参与人数太多 而且呢 把球员都包在中间 孙世林和奥斯卡 两人都被红牌发出场 这两张红牌给 这场德比战足鞋杯半决赛的首回合 又添加了 极具风味的一笔 这两名球员呢 是各自阵容当中 在整个战术体系当中 非常关键的两员战将 但是他们都无缘 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冯小婷呢 因为刚才对裁判出言不逊 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样一番争吵之后啊 场上时间呢 被拖延了不少 现在进入到商庭捕食 埃迪 因为孙世林被罚下 所以埃迪可能要补到后腰的位置 去和彭心利 站在双后腰的位置 而奥斯卡被罚下呢 对于海港队的防守来说 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奥斯卡的位置呢 非常靠前 那冯小婷刚才拉到右路 完成了传中 这次刘祝润呢 靠自己年轻 想靠速度来生汤 海港的这波反击还有 满提江交到中路 最后阶段 那生化队主要是靠后场发动长船 找敦比亚来组织进攻 对海港队来说呢 奥斯卡这场比赛的回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和保利尼奥在前场的连接使得海港的进攻威力啊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但是第二回合呢 虽然他们大比分领先 可是奥斯卡呢 要停赛 还是要回到本赛季足球阶杯海港前三轮的一个状态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在本年度足球阶杯半决赛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首回合 上海海港队是凭借着队员的出色表现 最终以5比1的比分在首回合击败了上海生化 拿下了得比战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也给他们第二回合以及决赛之路呢 做了很好的铺垫 对于生化队来说 第二回合呢 面临着非常困难的调整 需要想想第二回合如何应对 那么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呢 将会在7号展开 届时又会是一场怎样的得比呢 我们7号再见 谢谢